永不放弃 生命都是你们好棒 身体的肌肉萎缩 让张恒均每晚几乎痛到无法沉眠 一个晚上起床上百次 每天都在跟病魔对抗 只能用两只大拇指敲键盘的她 曾每天花上一两小时创作 花了两年 才和母亲完成第二本著作 28公斤的进行曲 即使她现在身体长痛到 无法阅读 等借着看国家地理频道和电影 充实自己 此外在幼稚园中班时 才被发现听力异常的 听障天使李梦翰 在妈妈不放弃 努力陪她持续就医附件下 让她能和一般人一样互动学习 也鼓励她参加 各类演讲及书法等竞赛 如今李梦翰 顺利读到高师大视觉设计系二年级 我很感激就是 我正引入手来 主要关心我的家人朋友 还有各位老师 对生命的热情 也让她获得全球热爱生命奖学金 毕业后她希望能出国深造 成为出色视觉设计工作者 将来开一间艺术文创咖啡馆 支持全球弱势艺术家的展览 动新闻给你们一个赞 报导 给大家看